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围上不落人后 在这里想要向到来的朋友们说声感谢 他们抽出宝贵的时间 出钱又出力 让我可以把这个活动完成 也非常感恩LIMAN TV 让更加多观众看到 他们在这个中心的活动生活是怎么样的 这里的孩子需要一些外人能力之下 可以提供他们的爱心关怀 中心已经成立了8年 陆续这几年里面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都是一直一直的在增长 早期的时候是50多位 现在已经增加到70多位了 他们的负担 生活费 医药费都是蛮高的 在此我呼吁 社会有地位的 你们只要有时间 探访一下孩子 给一些关爱 我看到这些小孩非常的可怜 或者是姐姐这样子都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比如刚才我们在看他们表演的时候 他们是那么的静心 是很开心的 他们会抱抱你啊 然后会摆姿势啊这样子 所以我来这边我不会觉得说是那种很悲哀的感觉 那我这个我要赞在这边的工作人员是因为他们把这里的氛围做得很好 才可以让这些在这里住的小孩子啊 乎儿或者是有状况的特别的小孩子 他们有这个开心啊是真的很重要 我相信有些他们的父母还在的话会感到很安慰了 当我收到这一幅话的时候啊 我感觉真的是很模型啊 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真的是他们想要献上一些谢意给我们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一家产丧周星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 当我看到里面的每一位产丧儿的时候 我感觉真的突然之间很珍惜我现在的这些生活啦 我也觉得他们在座的每一位啊 都很需要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支持还有帮助 我来到这里啊 我第一次来啦 然后是看到很多的不幸的人啦 所以我就想到可以可以呼吸更多的人 最好是来光摆他们啦 我在这里工作了就是会觉得说 我们能做的事情真的是很多 我们其实真的很幸福 因为比起他们他们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做的 你要他们出去工作 出去可能玩 真的没办法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啦 签了 还请就成皇了 走 尼